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香港今天沒有新增新型冠狀肺炎的本地確診個案 內地昨天就新增了18個新型冠狀肺炎確診個案 9宗屬於北京的本土確診個案 下一則消息,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又出來說話 今天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說到 人大法高委就著港區國安法的草案的說明 很大程度上採納了香港這方面的意見 也考慮了一國兩制及普通法法制的運作 不影響市民現有的權利及自由 認為應該可以解決大眾疑慮的問題 我留意到其實譚耀宗先生 他已經連續三天就著港區國安法出來說話了 第一天就和大家說 不是這個星期六天 沒有那麼快 當時還在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 第二天就和大家說 那個判刑呢 三五七年 其實每一天都在爆料 三五七年沒有最低刑罰 當然了 不是最終結案 然後也有另一些人補充到 他就覺得是百分百下個星期的了 等等 現在今天又出來說 那些裏面的草案說明 是採納了香港這方面的意見等等的事情 那麼 那麼連續地短時間出來 就著港區國安法去解說 或者說話呢 我覺得是下個星期的機會率其實是不斷增加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好了 那麼下一則的消息 那麼機管局 即機場管理局 就表示起這個新型冠狀肺炎疫情之下 那麼機場的三跑工程的填料供應呢 是曾經受到新型冠狀疫情的嚴重影響 那麼加上呢 工人入境香港需要接受14天的強制檢疫 那麼復工有所延遲 那麼影響填海工程的進度 而現時呢 填料供應已經逐步回復 至到目標水平或以上了 那麼預料跑道可以 如期在2022年投入運作 以及整個三跑系統 在2024年啟用的目標的 那麼局方也都強調 三跑的工程未有超資及延期的問題 那麼中長期有足夠的資金應付 將會繼續監測營運環境及市況 並保持審慎態度 推行融資計劃 那麼下一則的消息 那麼早前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召開這個緊急會議 就說要調查美國的種族問題 以及警察暴力問題 那麼蓬佩奧就在20號發表聲明 評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那麼說他針對美國種族問題 通過的決議案是偽善的 還說這個機構應該關注中國 這一類的國家 那些系統性種族問題 那麼蓬佩奧還說到 如果理事會是誠實的話 就會應該會承認美國的民主力量 頓促世界各地的獨裁統治 去仿效美國的民主 他還厚顏無恥地說到 美國圍繞著那位黑人 肺諾伊德死亡的問題 所展開的民間討論 是美國民主力量和成熟度的象徵 那麼還有外國媒體就報導 在美國和他的盟友 強力遊說底下 絕對沒有威逼理由 OK OK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在19號所通過的議案 就已經刪除了那些點名 去講美國種族問題 和警察暴力的字眼 那麼這一個行為 也都引發人權團體的憤怒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更加是啪啪屁 拒絕回應的了 那些說句 之前都說過了 不要介意說句 你現在人權 你期望聯合國為你做些什麼 人家以前發動戰爭去把其他國家和平有愛地 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聯合國可以做些什麼 聯合國就是我反對 你繼續打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之前坦白說句 之前對他都沒有期望 不過事實 現在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了 兇你兩句 就收檔 下一則消息 美國反種族歧視浪潮不斷爆發 大家會看到歷史上很多名人的雕像 更加成為示威者破壞的目標 紐約市長白思豪表示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將會移走 起入口毅立了80年的羅斯福銅像 而市政府也支持博物館的要求 移走這個已故總統羅斯福的銅像 因為博物館指出 這個雕像明顯象徵著 非裔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為次等種族 象徵白人至上和殖民主義 是適當的時候移走這座有爭議性的銅像 就著這些臨臨種種的雕像被破壞 我想講一個自己所看到的一種現象 這些示威者抗爭者 自發也好有意被引導也好 他們這一張目標 是例如擺起這些所謂歷史人物身上 臨臨種種的歷史人物 不是單止羅斯福一個 他們以前怎樣對待非裔黑人 印第安人 和白人至上和殖民主義 沒錯 以前他們是有做這些事 這是事實 而 你這樣處理這些所謂的雕像之後 能否根本性地解決得到 因為以前這些人做了臨臨種種的 那些傷害其他種族的事情 而導致到今天某些種族 在一個社會上被不公平對待 或者社會階級普遍特別低 這些是有歷史因素的 抗爭這些歷史人物 並不能夠得到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 他們並沒有將抗爭的目標 擺起現在 因為以前的這些歷史人物 做的這些殖民主義白人至上的行為 而獲益的那種民族 和他們抗爭 拿回更多的社會資源 真正去處理這個社會的資源分配 沒有的 因為這些抗爭人士根本 連找什麼人去抗爭 都做不到 很簡單的說一句 香港政棍黃絲會叫你把敵人鎖定 中共 但是美國呢? 不會的 不會跟你說總統後面是什麼人捐錢給他 後面有沒有個名單 沒有 你不可以知道 所以大家看到 美國本土在搞大規模示威 抗爭 甚至有暴力 衝突等等 哇 那些有錢人是繼續出海 玩遊輪 開派對 完全是兩個世界來的 有來繼續打 交回一些所謂的士兵警察去打 他們繼續在開心 而且 在這一次的疫情 和這個種族歧視的抗爭 反種族歧視抗爭 爆發至今 有個統計 美國的 頭 一很少部分 我不記得我掌握數字了 他們的資產 是又上升了 哈哈哈哈 大家想一下 是幾這麼正的呢 所以抗爭者 其實現在是完全沒有正確的抗爭目標 路線 所以 不要聽這講句 是對他們今次的抗爭 會得到什麼的結果 或者改變 是抱有一個不好的觀望 或者預期的 是的 好了 影片最後 跟大家提一提 觀眾留言 亦都是有關於房地產 這位觀眾就講到 香港的投資渠道 亦都很多 房、樓的地產 一樣 炒到居高不下 當然 香港本身是有特殊的理由 但是 投資房屋 仍然是有 相當穩健的工具 香港和內地的房地產 情況 是完全不同的 我自己覺得 香港 簡單一點說 就是剛性水球 從來沒有被人解決過 內地最大的差異 大家所聽到的 那些什麼 鬼城 就是那些房屋 起源出來 入住率是很低的 這種問題 那麼 香港 簡單一點說 根本現在 立法會那班人 打生打死 真正 蓋房的 政策 都出不來 你試試 董建華先生 那時候 每年來過 百萬五 你自己數 97 我當你 零幾年開始實行 實行到今年 每年百萬五 哇 你想到嚇到 今天香港的樓價是另一回事 第二 這個 林鄭如果搞得成 所謂明日大嶼等等的事情 整個香港樓價就會改變 哇 你會發覺 推動這一種大型 起樓的政策的時候 迷一般的力量就會出現 跟我 之前的 那一條 美國抗爭者 找不到目標去抗爭 是一樣 你會發覺 香港的市民 是不懂得去抗爭 到底那股神秘的力量 是什麼人 你明白嗎 你連 他是什麼人都不知道 但是他影響著你 這個就是香港最恐怖的地方 怎樣解決 好老實說 現在沒有想過的了 現在只是想怎樣解決安全問題 對不對 起樓怎樣做好些 哇 暫時我真的看不到 所以呢 香港的情況和內地完全不同 是的 好 下一位的觀眾 他就講到 其實中國大開金融市場的一門 並非自願的 而是在中美貿易談判的時候 特朗普就帶了幾個華爾街的人去 逼中國開放金融市場 這些華爾街的人背後勢力龐大 長期由他們推動市場起跌 甚至利用危機行動和發起戰火 來將市場推動 將市場玩弄於股漲之上 他們有大量的專家級自負團 必定對中國的經濟 金融的弱點 療如指掌 並且對如何宰割中國金融市場 有了方案 恐怕是由他們推倒中國金融 從中大量宰割 中央政府必定會出手救市 在大量資金用在救市之際 突然又被外部勢力配合 炒起戰爭 中國的資金就會被困 就缺錢打仗 這樣就肉錘砧板上 中國必須要步步為盈 不可有失 首先很感謝這位觀眾的留言 都相當詳細 但是有第一個點 我是不同意的 其實都有留言回覆過 其實中國開這個金融市場的大門 並非自願 這個點是不認同的 中國開這個金融市場的大門 其實可以說早幾年 已經是確定了是會做的了 只不過這個 所謂中美貿易戰 會不會令到它提早了少少呢 其實都是少少的 差異性本身就不大 而我會再提供多少少的 這一種 理由給大家知道 中國為何要開啟這個 金融市場的大門 這個行為 過程當中的確是有機會引致到 這位觀眾所講後面 一些所謂懷疑街的人 背後的龐大勢力 如何進行炒賣 最後發生變成金融掠奪 乃至可能是用到毅期行動和發生戰火 它的字眼是很好的 可以出街 但是大家又明白是什麼意思 去操縱這個股市 香港其實上年也是 這樣東西是有機會發生的 但是中國開金融大門 或者叫發展金融 是必然的 原因是什麼呢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大家要知道中國的發展 GDP的增長非常之快 但是GDP的增長是來自於什麼呢 是有三個核心 三個核心 過去最大家的黑板印象 應該大家理解得到 中國的人工便宜 人力資源便宜 是不是 做到這個所謂的淨出口 一些公司來到這裡 進行中國做的招商引資 然後公司來到這裡 然後請人進行加工製造等等的東西 然後出口去其他國家 這個稱之為淨出口 然後在幾年前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十年前 其實我的細節就不太認識這些東西 因為我以前不是經常看開 中國就不斷發展國內消費市場 簡稱內稅 這個就是第二架馬車 第一架淨出口 第二架消費 其實現在國內的消費力 大家已經不用質疑了 不要介意 計算這次世界疫情 我想現在中國的消費力 是世界第一的 當然美國復甦之後 應該都超越不肯定 不執著 我們中國的消費市場 已經崛起得很厲害了 第三就是投資類 GDP三個核心 第三個就是投資 投資下面其中一個核心 相信大家都明白 所以中國在整個國家的發展裡面 一定會走到第三步 保齊三架馬車核心 就是投資這一類 所以中國開啓金融大門是必然的 第二 中國今時今日 適不適合去開啓金融大門呢 當然第一大家要所謂 觀眾留言所說 防止外來的金融大鱷 會不會進行炒賣 或者我們叫做金融戰 或者叫做金融掠奪 這種最差的結果 這件事要小心 我只能夠說 交給那些官員去小心研究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大家要知道 在中國開放這個金融市場的大門 或者建立金融中心 本質上其實是把中國的錢 中國那些市民的錢 當然 假設你去投資金融市場的中心 那些錢去投資全世界 簡稱中國要衝出海外 這裡同時要用兩個角度去看 第一件事叫小市民 小市民能夠透過金融中心的錢 我買了裡面的股票或者投資產品 而那些投資產品 是涉及全球範圍的 以後是 不再是 只是中國本土 就好像 你會看到 香港你買的一些股票 都涉及內地的一些公司 但是以後 中國的一些金融中心 會不會涉及全球呢 很明顯就是會 而第二件事就是 從商家的角度上去想 這個投資的理解 就是中國大家看到 其實過去的十至二十年裡面 很多的騰訊也好 百度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美團也好 滴滴打車也好 這些龍頭公司 不斷地爆氣 但是他們 衝出海外的程度 是遠遠不及 在國內做得多的 當然 可能大家理解的 騰訊阿里 就衝出海外比較厲害 因為他們實在龍頭太厲害 大家要想 國內這麼多的 這些 獨角獸公司 龍頭公司 他們的模式 本身已經成功了 這一種模式 怎樣去衝出海外 去做海外市場的商業呢 這些 就可以叫做 整個中國的商家 走出去海外 這個過程 大家會發覺 這些商家 衝出海外 建立的那些 股票機制 甚至乎 未來的商家 這些股票機制 定位在中國的金融中心 而 中國的市民 可以去買這些股票 從而獲利 這個是另一個黃金時代來的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我的看法 好了 今條的影片 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其他的看法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 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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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